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说潮流永远是一个循环 好像时装一样二十年一次 昔日的过期item都会变成今天的金旗流行 只不过这个时装循环似乎轮极都轮不到它 要数旗袍最流行的时期 已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当时可以称得上人人旗袍 华人女性的时装标志 无论上至名流还是下至街坊 上班 上学 逛街买菜 穿的都是旗袍 可惜西式时装的勇言 令旗袍由六十年代开始 慢慢地离开大众的视线之中 到现在 多数在重要节日或宴会 才能看到旗袍的摄影 当旗袍不再流行 但仍然有人把旗袍视为永恆 我叫简林荣 店已经开了超过百年了 已经做了第三代了 十几岁到现在 现在七十几岁 不经不改 差不多做了六十年了 旗袍就不会过个时期 是我们一种中国文化 代表我们中国最突出的服装 师傅变勾 旗袍不变勾 我喜欢做的行业之外 就是外号 中意 探靡 旗袍是一种隐蔽式的性感 凌溶浮达 旗袍就突然类似一种 蜆蜜味出来 不好看不漂亮 我都不会做几十年 这间百年老店 是香港现存最历史悠久的旗袍店 美仪华丽 从简爷爷到简师傅 三代人一直坚守对旗袍的执着 希望每位来到的客人 无论经过多少世纪 都能够体会到这份最传统 最典牙的旗袍味 简师傅 我知道你这间店 就是年工包料 其实在香港还多不多这种店 以我记得和人看法来说 可能机会只有我一间 所以你真是独一无二 我老公做的 基本上连布连文铁都做了 七千元有酒 七千元有酒 六千九百五 哦 OK 高矮肥瘦 钢短有这么多 长脚有这么多 肥有这么多 瘦有这么多 有没有说做多久的呢 有需要快地做到 尽量帮它做 甚至有时我通宵帮它做也有的 是 有点不急的 一年两年三年 也有的 现在订单来的 去到二年了 摊坑慢慢做 放线有些熟客 长期有三项 不少人对旗袍都有一个错觉 觉得只有苗条身材 才突显到旗袍的美感 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话 我相信 这是因为你未遇到简师傅 有没有女士可能来到 会说真的觉得 我自己身形没那么漂亮 简师傅 你可不可以帮我设计一套旗袍 穿到我身形来 会不会有这种鞋 你问你真的非常好 你身形漂亮的 跟着身形 一直贴身剪裁是一定漂亮的 年纪大一点 或者不漂亮一点 就要靠 松松地 把旗袍的形态出来 好一点突充了出来 不好一点 遮瑕检遮瑕 明白 靠好一点 好不好看 不关人的身材 最重要是要加一点心思 加一点心思 应该做不了两种 出来好看 我也有份参与的 是我自己一种满足感 做这些行业 也有一个难度 做手组的行业 不是一年两年 能够掌握到一个跳满出来 你现在在做什么 跳边 逐针逐心跳 要有耐性的就是 加一个心机 向这条线出 是 滚到边缸 跳上来 拉出来 一步 OK 然后在转出线 转出线 转出线 拉出去 好 最重要是包在哪里 一定是均匀 复杂 试一下 让我试一下 不要紧 这件要不要送给客人的 要的 客人的 很害怕 不用害怕 让我拎 黏在这里 黏在这里 你下面 为什么这么难 当时你做的非常简单 我做的就是另一回事 这样行不行 这些针不需要刺 这些针不需要刺绿条 这个真的要长年累月的经验 才可以做得非常好 这些针不需要刺绿条 你觉得这些针不需要刺绿条 你觉得怎样才合格 在人身上 每一边都看得很舒服 很自然的 很得体 是 这些针不需要刺绿条 师傅 我想问你 做了针不需要刺绿条 你觉得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要细心 要有责任心 对针不需要感情 我做这么多年期 真的没有休息过 结婚都是休息两天 都没有练习 三十多年没有去旅行 以前铺面有六个人站铺面 现在站成自己一个人 你休息这么久要下集 接下来 以后的责任才可以 最担心的是做不到这件衣服 赶不到这件衣服 给人 我很佩服师傅 专业的手势就不在话下了 一定 但是他对客人那种感情 和他投放的心血 我觉得这件事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我帮助了 我帮助了拣师傅这儿 十五至二十年 加上妈妈 二十五年左右 在拣师傅这儿 都会有二十至三十 未必一定只是旗袍 有一次跟拣生提起 爸爸很难去量身 因为现在年纪大 你拿着衣服 或者他自己穿的 都可以 于是我又把我爸爸的书衣 细腹 就来这里可以做到 我和拣师傅 好像家人 朋友 我只是提问可不可以 但是拣师傅 可以可以的 我能办到的 我一定会帮你办 我们做生意的事 都是做人情 做长情 做感情的生意 阿婆做完阿哥 妈妈到人到自己 所以一袋一袋 一袋帮我做 家庆行这几年 就多了一些年轻人 做多了 年轻人比老人家更多 比10件旗袍 有8件都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值得开心 大概五年前 做我大学的毕业项目 做这个旗袍 这个题目 基元考核之下 找到拣师傅这间店 做一件旗袍 是要量身顶做 会贴合我自己的身形 拣师傅都给了很多意见 这个黄色和紫色 我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自己 是一个都挺活潑的小朋友 我就想有一些 可能是生动一点 活潑一点的颜色 旗袍对我一个意义 是很历史悠久的一件事 我会想 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年代里面 在年轻人这一辈里面 不是一件很耐心的东西 所以我想 将这件衣服 我可以穿出去 告诉别人 我很有自信 告诉别人 这件衣服是选择师傅做 这件衣服 在香港 悠久历史里面 传承的一件事 做了旗袍 不经过几十年了 差不多六十年了 有没有没有兴趣做 还是不做 我还没试过 人客的赞美 一年收到礼物收不少 他就认同你的手势 认同你的服务 认同你帮他做了这么漂亮的旗袍 遇到一份 自己这么喜欢的工作 做几十年 真的不会讨厌 很多人一同我说 不要讨厌自己的 听说话是很开心的 我通常都跟人家说 我做到做不到为止